溺水施救 民间传统是注意常常集中在控水上 也就是想方设法让对方把肚子里的水给倒出来 但是真正科学的急救法应该是注重打开气道 心脏按压 以恢复溺水者的自主呼吸 前两天 重庆渝中区民警李瑶在江边救回了一名溺水者 用的就是教科书式的心肺复苏 事发当天 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溺水 被人七手八脚的台上按时已经呛水窒息 李瑶一边让人拨打120 一边迅速清理溺水者的口腔异物 并且连续进行心脏按压 连续18组心脏按压之后 男子开始恢复了呼吸和心跳 因为抢救及时 溺水者王先生目前已无大碍 正在当地医院的呼吸科康复治疗 李瑶说自己在警校读书时学习了心肺复苏 在应急演练中也复习过 但是在真人身上操作 这还是第一次